各國通信 全國VNV NCC 這行政院Q年六月的黑天九頭鋪 幾百里 五月 蘇比 無限天師評論 指引的批枝 整齊 幾百多萬 和共播天師法被修正 這次出的公設天師生涯 曬你的氣候噴法照樣 後來提升台灣的天師發展 促進公共利益和國出區 看天師的建議 不過有專家好早就年未講 香港統國的壓制法 政府就是在出席 沒什麼驚訝 來經營天師媒體 也有可能不回台灣的民主主推 所以後來經營 壓哈台灣基金優衛公共天師法 政府英國用壓哈賣公司法 來修法就好 政府VNVNVN天師生涯發展 韓國導演出群屬私給建議 聽到共產天師生涯三里氣候 頒發酬恩 三年的廚藝 提到共產政策明如參議票推移過 為民眾做得參加共產師傅 我相信說過六十年都不會出席 但以後有沒有看到民眾來關心六八 是廣電法的執法 這是依據廣電法第十條第八項 所設定的公設電視事業設立 許可辦法來申請 所以我們對這個事情也特別的慎重 然後各政府機關基於公益 基於服務民眾的需求 然後進行這件核定 如果將來要設立無線電視台 就要依據這個新設的辦法 整體共產天師生涯三里氣候頒發 提四條條文 安排政府上官 基關押到做到生下三里 公共天師生涯 不過好早要打破 講 香港政府機關三里天師 就同黨政軍推出 對媒體有衝突 稍微共產生涯感動 每民反民主會跟媒體持有的送臺 香港政府可是有公共利益 相關的比喻 因為整體也有的共識法 重新修法 還有失蹤之年 所以既然已經有公共電視 董事會在做服務公共利益的事情 那為什麼還要另外 再去成立很多小的電視台 這個意義非常的不大 那倒不如集中資源 讓公共電視好好的把這個 可以做的功能發揮更大 那如果覺得現在的公共電視 有什麼不足之處 那就改革公共電視 而不是另外再去疊創架屋 用很有限的資源 去成立更多 未來可能沒什麼用的電視台 開發社會的目標又多持一局 以民間說以下就有公共電視相關的法案 當然很不得了 那些觀眾媒體就開民主導車 全世界無案的政府 一方面說要行民主的路 一方面又控制媒體 控制媒體就叫做共產 脫裁納粹的做法 對新闻總署林均宗台北報道 我